今天愛運動來到了桃園海湖國小 這裡的獨輪車隊超級強的喔 不僅在全國獨輪車錦標賽 纏連三連霸 還出國比賽 在2018年南韓世界盃獨輪車錦標賽中 拿下三面金牌 太厲害了 胡瓜姐姐 你有沒有感受到 旁邊有一股強大的立場 在這邊流竄 有啊 有啊 而且我很好奇一件事 他們可以在獨輪上上面站多久啊 那我們去問問看好了 OK 請問一下你們可以在這個獨輪上 多久 四個小時 那我想要問一下 妳剛才直接騎下樓梯 那會很難嗎 會 會喔 練多久 滿久 滿久的 那自己下去的時候會太怕嗎 其實感覺會很可怕 會 會喔 然後我覺得剛才他們這樣 彈彈彈彈彈跳得也不容易 有沒有跌倒過那上面 有啊 有 剛才我分析了一下 以我的反應能力呢 還有我的平衡感 騎這個獨輪車應該是沒問題的 不適合 是嗎 那我請一位同學拿獨輪車 來給你試一下好了 來 妳 給我 那我就來示範一下 你這樣就要再來示範一下囉 預備 開始 大一點… 你說我們要踩在上面 我沒有踩上去 我覺得踩上去好像很危險 不然你來試試看 這個… 這個很滑 有點… 而且它踩下去就會歪掉 是不是 對啊 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找 摔業的教練來 廖教練 這個獨輪車到底要怎麼騎 它沒有把手耶 對 獨輪車它是一個 很特別的那個運動器材 一般我們騎腳踏車 或是摩托車 我們跌倒的時候 它我們會從左右兩邊摔下來 對 人跟車是會卡在一起的 對 但是我們在獨輪車練習 其實我們有一個訣竅叫做摔車不摔人 摔車不摔人 車子會彈出去 然後人是站在原地的 所以其實人車分離相對的是非常安全 比較安全 對 因為我們人不會摔倒 但是車子它的設計是 適合在地上做碰撞 都是不會壞掉的 對 那從不會到會騎會走 要多少 一般我們小朋友在上課的話 一個禮拜練習一次 可能要練習二到三個月 那如果你每天都練習 應該有可能一個禮拜就會了 獨輪車的話 其實它有安全的操作的話 其實它不會是一個非常難的運動 我先問你們 學獨輪車會不會很難 會 一口同聲 最難的是什麼 上車 上車 大家都說上車 對 那這裡面有沒有人上車學最快的 有 誰 在哪裡 誰 它叫什麼名字 黃宥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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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過什麼獎牌或什麼紀錄嗎 有 什麼 山腳 然後 跳 然後跳遠 跳遠 很多樣耶 對 而且聽說是全國的紀錄吧 是 那你學了幾天會開始上車 三天 三天就會了 那你們覺得最難的是什麼 戰力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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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獨輪車帶給你最大的快樂是什麼 會有很多成就感 會有很多成就感 覺得很好玩 拿到獎牌的時候會超級開心 有上台表演的友情 給自己的隊伍加幾分 教練很好笑 教練很好笑嗎 有時候會講很好笑 會 那你來講一個 教練會講什麼人笑話 這個我拍一個小朋友 然後他就拍不到手 然後他每次都拍這樣拍 這樣子就拍不到 然後他們老師就陪他一直練習 然後有一天 有一天他就拍到了 然後老師就給他一顆皮革 然後他要吃他是這樣 我們在場上發現了一個 年紀最小的練習者 好可愛喔 這麼小的妹妹都會騎嗎 對啊 才中班耶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輕輕鬆鬆就騎完了 太厲害了吧 怎麼那麼輕鬆啊 你應該又過去了 一下就過去了 三號選手 再騎一次 不要浮 好 妹妹換你囉 妹妹 你沒有摸 你沒有摸就過來了 還沒扶著 那個也沒有扶就過來了 好 保持平衡 顏真 要走 要走 你現在幾歲 五歲了 那你學多久了 這個學習嗎 沒有 有沒有五天 超過嗎 沒有五天 沒有五天 半年嗎 半年 他騎得很好耶 對 而且很穩 你會不會覺得 騎這個很危險 還是很好玩 很好玩 很好玩喔 我剛剛看場上的同學 一個個騎得駕輕就熟的 好像很簡單的樣子 可是怎麼輪到我之後 腳就完全不聽使喚 不到三秒 就立刻摔下來了 你練習的時候 有跌倒嗎 會不會痛 會不會痛 有時候會喔 身衣為什麼要學這個 這個好玩 可以 可以 為哪裡好玩 你現在貼得好緊 是可以轉彎對不對 可以去比賽可以表演嗎 可以去轉彎 那你有在這裡交到好朋友嗎 有嗎 在哪裡 後面 是誰 一秒鐘跑過去 你們兩個是好朋友 你們是認識的才一起學 還是學人之後認識的 學的時候認識的 小朋友讓我最感動的就是 他們在比賽場上 可以完美地展現出 他平常練習的全部的東西 尤其是他們的團體花式 因為那真的花了好多心聲 有沒有人就是 因為覺得很累啊 很辛苦 有頭苦過 去燒 去燒 跌倒好痛喔 丟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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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競速的時候 競速 就是那個往前衝的那種 我學的 花式的編排上面的話 除了他們在技術上面的操控 那我們還會有很多的同學 他們要牽著手 去做隊形的變換 那還有他們會有肢體舞蹈的這種 加入在那個表演中 這是所謂藝術的成分 所以他們可能常常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要算拍子 而不是他只是 騎過去轉個彎就好 他可能必須要配合八拍 那快一拍 慢一拍都不行 所以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我看他們身上啊 每個人幾乎都有八 我會覺得女生如果腳流八 會覺得 大家看到 會覺得很醜嗎 會 那你們怎麼來學 會啊 因為想要得金牌 因為想要得金牌 海湖國小獨輪車隊 在教練和老師們 耐心又嚴格的訓練下 騎出了讓人驚豔 而且漂亮的成績 不但創下獨輪車跳高跳遠 和許多傲人的全國紀錄 更在團體花式的比賽裡稱王 只要他們一上場 就立刻成為全場最矚目的焦點 那裡有一個超厲害 這個一次爆兩個 我們覺得這邊的孩子 就是很能吃苦耐勞 藉由我們的獨輪車的運動 讓我們孩子可以走出我們海湖 走進全國邁向世界 海湖國小獨輪車隊